-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商工師 - 不好意思一開始就拆Maker - 不好意思一開始就拆Maker - 不好意思你拆了 - 總之我是各位的商工師來自疑似中資遊戲公司的工程師 - 首先我介紹一下 - 網路上如果看到這個頭像的應該都是我 - 因為在遊戲公司聽說程式設計師不會畫圖的話是會不下去的 - 我打來都市傳說 - 總之我是來自雷雷遊戲的工程師 - 目前主要是在開發Backend的位置 - 目前有設列的語言 - 其實不只是拍檔其實還蠻廣泛的 - 大家有聽過的我都有摸 - 大家沒聽過我還是活 - 唯一很討厭就是JavaSquid - 所以這邊有JavaSquid不要來贊過 - 我就很討厭就對了 - 我們遊戲公司裡面在做資料樂根的東西 - 其實這系統基本上是我一手開發出來的 - 還有就是我們之前有發行的Boys伺服器 - 特別講一下這個是全部用拍檔寫的伺服器 - 然後也幾乎是有一個完成 - 大概這樣 - 然後其他還有做一些大大條遊戲的一些開發跟測試 - 那我們今天來要講的主題就是 - 對我剛剛忘記講一下前面標題 -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那個Cellery這個東西 - 當他如果今天被要求在一次子的執行一個的時候 - 我們要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 好 那我們再到後來來講說 -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主題 - 那首先第一個會先簡單講一下什麼事情 - 不過在場應該大概會來這邊的都會 - 大家都知道這東西幹嘛 - 那大家會講一下說 - 如果我們今天要做一個生格層的TESC的話 - 那他會需要 - 這個時候什麼情況下會需要這個東西 - 然後有哪些TESC - 比較具體的例子 - 我會向大家介紹一下 - 那再來就是講說 - 剛剛說Cellery的部分 - 如果要跑單一的TESC - 一個時間值跑單一的TESC的話 - 他目前有什麼樣的做法 - 那還有就是 - 我另外會針對剛剛那些做法提出 - 他們有些情況不能適用的情況 - 然後提出另外一種做法來解決 - 那個剛剛前面那種做法不能用的Case - 那最後就是在做個總結 -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下面有一隻貓 - 彩虹的貓在跑 - 然後它上面還有一個粉紅的條 - 粉紅條那個是現在的那個演講時間 - 所以基本上只要是貓還在吵起就沒有問題 - 那然後被吵過的話呢 - 就是我準備要火燒屁股 -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什麼是Cellery - 那這個東西英文名字 - 基本上直翻的話就是芹菜 - 而且他們官網標題真的是一個芹菜 - 應該沒有錯 一個寫的芹菜 - 那我們來看一下是到底什麼鬼東西 - 好 - 有沒有看到那邊有一個芹菜的金 - 然後這個東西它的目的主要就是說 - 它可以用來做為排長的那個分次案式的TASC - 和執行功能 - 那這是做什麼用呢 - 主要就是說 - 比如說如果你今天定義好的一堆 - 要做的TASC - 具體執行的那個演算法是什麼 - 然後把它放進握客戶 - 那你就可以透過PubSup的這種模式 - 去派送工作到後面被做背景執行 - 那這個東西在Web Service裡面尤其重要 - 我們剛好今天也是跟Web Service - 跟TData有關的那個社群 - 那這邊就是特別講一下就是說 - 一般來說我們Web通常Request - 通常都要很快的時間 - 比如說上0.1秒左右 - 又要回來那個RESMAX - 但有一些東西比如說像是我們 - 上傳Youtuber然後做影片壓縮 - 它不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完壓縮 - 所以就一定要把它放到背景執行 - 然後一起去偵測它的執行結果 - 大約像這樣 - 好 - 然後 - 那我們再回來看這段影片 - 好 - 那講完了 - 講完剛剛的那個大概介紹之後 - 應該沒有超過吧 - 好 - 那我們來看一下設備 - 它具體的那個結構是什麼樣子 - 可以看到說左邊那邊是一個Service - 然後這邊這個是Walker - 也就是我們定義要做背景執行的東西 - 那再來的話 - 中間有一個叫Balker這個東西 - 就有點像是前客 - 那前客其實說難聽一點 - 就是那種我們在跑腿 - 然後來做什麼一些PayPal服務器運送之類的東西 - 我們現在講這個好 - 我們太OK - 好 - 然後這個 - 這個前客呢 - 它會負責把Service - 那邊要求要做的Tesk - 透過它轉送到Walker這邊的貨 - 然後被指派到的就會開始執行 - 那執行完的結果 - 會放在Backend這邊儲存結果 - 然後再有那邊的那個Service - 這邊 - 在那個覺得時間到貨下Gate - 去回收這邊的結果 - 所以要注意的是 - 博客那一部分主要是要做的是 - 跟博客溝通 - 然後還有發送工作給他 - 這邊負責放那個 - 運送完的結果 - 結構就像這個樣子 - 那具體來說要怎麼使用呢 - 我們把它分成程式碼 - 分成第五行之前跟第五行之後 - 我們來看 - 前面的部分是那個 - 定義一個Walker你們要做的演算法是什麼 - 那比如說 - 如果你要做的影片要做的話 - 你就可以在這一段跑 - 那下面的第六行開始 - 這邊則是那個 - 我們剛剛說Service那邊要派送工作 - 給他要做哪些事情 - 那可以看到說 - 第一個有 - 第六行這邊是用Call一個Delay的方法 - 然後第七行是CallExync - 那這兩個基本上是一樣的東西 - 只是說下面的Exync - 你除了可以指定要傳過去參數之外 - 也可以指定那個 - 它大概多久 - 比如說像是60秒後開始執行 - 然後限制它執行時間多久 - 最後用Gate就可以回收結 - 好好 - 我好像快要被超過 - 所以我要加速一下 - 好 - 那什麼是Single跟Task呢 - 我們先來看一下應用群體 - 通常情況 - 如果我們這個Task - 它本身只要 - 就是一個時間內只有一個Task - 能執行 - 然後其他的部分都要Pending住的話 - 那就是像上面這樣子的 - 那總之就是 - 我們只要開一個Walker - 也就是WalkerPour裡面 - 一個Walker在待機中 - 那這樣子的話 - 它就可以保證一次 - 就只有跑一個Task - 可是相對來說 - 也有一個問題就是 - 如果它派送了一大堆Task進去Q - 那你這個Q就會一直堆積 - 到完全都消化不了 - 所以通常不會有上面這種情況 - 那比較常會應用到的情況 - 像下面這個 - 也就是說 - 當這個Task派送Q的時候 - 發現到說 - 已經有一個Task在執行中了 - 那這時候我們就把它跳掉 - 然後不執行 - 等這個Task跑完之後 - 如果Q裡面還有指定 - 要繼續跑一次這個Task - 它還繼續執行下面的圖 - 那什麼情況就會用到呢 - 像我目前想到的一個情況是說 - 大家如果有用過那個Amazon的S3 - 或者是Google Cloud的GCS - 這兩個是用來存檔案Blover - 那有時候檔案Blover - 有可能因為我們那個 - 使用的那個時間結束還是怎樣的 - 那檔案必須要測掉 - 去節省一些那個花費的部分 - 那我們就可以做Garbage correlation - 然後把那些檔案全部都掃過一遍 - 然後再把它砍掉這樣子 - 沒用到的就再把它砍掉 - 但這個動作其實很花時間 - 而且其實盡量是一次的朋友 - 因為官方有定義說 - 不管S3或GCS - 你只要多次的做寫入和更改動作 - 它一定會把你Ban掉 - 就有一個額度在 - 那或者是說 - 如果比如說在遊戲裡面有需要 - 定期去update玩家資料 - 而且背景執行的話 - 也可以用像上面的這個方法來做 - 因為你通常要手資料庫去做MyGrade的話 - 其實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 至少它不是瞬間就可以解決 -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 要目前的做法 - 我先講一下原理 - 原理的話大概像這樣 - 一個是說 - 派送工作的Service Center - 總是先送Tesco過去 - 那如果這個Tesco裡面本身 - 已經在執行中 - 或者已經有Cue了 - 那它就直接放棄了 - 反正就不送就對了 - 這是第一種做法 - 那聽起來好像有點廢話 - 那另外還有另外一種做法是 - 但是Walker在接收到了那個Tesco之後呢 - 它如果 - 生成到同樣性質的那個工作正在跑的話 - 那它就 - 生成完就自動放棄 - 然後停止執行 - 這也是另外一個做法 - 那要注意的是下面這個做法呢 - 實際上會需要有兩個以上的Walker去跑 - 或消化這個Cue - 原因是因為其中一個Walker - 也有可能在Tesco的執行當中 - 那它沒有辦法去監聽下一個Tesco - 所以才會需要兩個以上的去做效果 - 當然越多是越好 - 那理想上來說 - 大家可能會想說用E就好 - 是不是 - 但實際上是有一些情況 - 一是做不到的 - 那就我後面會再講 - 那剛剛說如果要用E那種方法的話 - 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是 - 如果假設我Walker只在一台機器上跑 - 那我就可以用GoPro variable去放一個Lock - 然後看這個Lock - 是不是在Tesco啟動的時候就把Lock載入 - 開始結束之後就把Lock拔掉 - 然後這個Lock在那個 - 如果有下一個人在這個Tesco期間 - 就發送Tesco的話 - 他只要再照到這個Lock的存在 - 就把它就直接放棄掉 - 這可能是一個OK做法 - 但通常我們那個Walker部 - 通常是不會只開一個 - 為了要防止它那個Falue - 還有它的那個分擔性的關係 - 所以我們通常會放好幾個Walker部 - 在不同機器上面 - 那這時候就需要一個 - 比如說像Database的東西 - 在裡面放後製 - 然後去做溝通 - 確定說是不是有Tesco現在正在執行 - 那剛剛說Database的讀寫速度 - 基本上來說並不是很高效率做法 - 那所以有些人就會想說 - 那我們就用Ladis - 就是這一種在記憶體裡面做的那個 - KeyValue的資料固件 - 後來做這件事如何 - 那實際上也是可行 - 那Ladis的做法就是 - 它裡面有一個那個指定叫SAT-NX - 就是指說不存在的時候 - 就對稱資料做修改 - 那存在的話就是返回Falce - 那透過這個方式 - 我們可以確定說 - 是不是有Tesco目前正在佔用中 - 那有佔用的情況下 - 像它這個SAT-NX的指定是不會成功 - 那沒佔用的話它才可以過 - 那有過的話我們再繼續指定 - 是要沒有Tesco - 那就這樣子就可以確保這個Tesco - 確保這個時間只有一個Tesco可以 - 好 - 然後剛剛說Ladis的那個做法 - 其實已經有人做了這個Module - 來做這件事情 - 那它具體的做法就是把 - 剛剛我們前面說的Delay跟AppireSync - 這個派送的指定做點修改 - 然後先去偵測Ladis是不是存在 - 那有存在的話 - 如果Ladis被占用的話 - 它就不繼續往下吧 - 那Ladis還沒有不鎖住的話 - 它就會 - 它就會給它這個Tesco放行 - 大概就這樣子而已 - 那想請大家可以自己去看連結 - 不過我們剛剛說 - 用那個做法有一個問題 - 就是因為它是需要一個Ladis去做Ladis - 那換句話說就是如果今天系統 - 特別有SRE有跟你講說 - 要限制這個系統裡面需要用的一些Service - 那些的話 - 你也不可能說很自由就可以使用 - 一定可以用Ladis這樣子的服務 - 那所以我就想要另外一個做法 - 然後 - 於是我就寫了一個 - 最近寫一個鋁化示範 - 然後叫CCS - 不過這個CCS - 並不是指這個東西 - 這個相信大家都會知道是什麼 - 只是剛好那個縮寫一樣的 - 那總是這個東西 - 就是我開發的這個Module - 它目前放在Keytop上面 - 那大家有連結的話可以上去看一下 - 然後 - 裡面主要就是放一些那個Package - 跟程式碼相關的東西 - 那我簡單講一下是什麼 - 它的那個運作概念 - 其實是來自於說 - 我們剛剛先倒回去講一下 - 我們剛剛在那個前面有介紹一下 - 這邊的那個運作結構 - 那它可以看到粉紅色的鏡頭 - 你會看到WALK跟那個 - WALK這兩個中間其實在做交互溝通 - 那這個東西其實是要強調 - 這個WALK它因為有可能跑到一半間 - 然後就掛掉 - 所以它會不定時的去打HBIT - 去確認說這個WALK是不是還好 - 確定說這個WALK它目前還是 alive - 然後可以服務的狀態 - 那所以我們就想到一個 - 我就想到一個做法就是 - 它裡面有一個指定叫Inspire - 那走日子我們就是透過這個指定 - 去交互溝通 - 其他WALK是不是有同樣TESC在跑 - 那有的話我們就 - 我們就放棄這個TESC - 那沒有的話就繼續讓它跑下去 - 那具體說我還是像這樣 - 甚至於它在Initial - 之後會有一個SERVIP - 這個Instance - 然後這Instance下面有一個Ctrl - 下面有Inspire這個Function - 那這個Function你可以指定它會 - 它會那個設定說 - 什麼時代多久之後回收結果 - 那比如說這邊設1.0的話 - 那它就是一秒之後就去回收結果 - 確定目前有跑TESC有哪些 - 確定目前有跑TESC有哪些 - 也好像不是這樣講 - 等一下我再修正 - 好 - 那這邊可以看到說 - 那個iActive - 這個東西是用來確定 - 目前這個 - 就是在執行完這個指定的 - 這個當下 - 有哪些TESC是正在 - 做執行中的 - 那 - 收集了這個東西之後 - 我們就可以去確定說 - 這些TESC有哪些是在執行的 - 好 - 那除了TESC的執行之外 - 其實還有兩個比較重要方權 - 一個是旅社會的 - 這個是確定他這個TESC有哪些 - 區在裡面 - 然後還沒有開始跑 - 那還有另外一個是Schedule - 這個是 - 剛剛如果你有像像Countdown - 那一類的指定 - 或是排程說在定時 - 定時在某個時間裡面跑的話 - 那他就會被歸類到下面這段 - 同時會表示說他什麼時候開始執行 - 那首先就是這三個階段的TESC - 包含說什麼時候開始跑 - 已經排進去 - 但是還沒有真正跑下去 - 然後這個是已經真正跑下去 - 那剛剛說 - 我們用這個做法有什麼好處 - 那剛剛說SERRY - 他本身那個調查的功能是跟 - 你只要這個Blockerboard - 背面的都有支援的 - 情況下 - 你可以自由選用 - 你要的那個 - 轉交 - 就是轉交這個TESC的那個訊息系統 - 所以基本上他就已經完全說 - 完全跟前面的那些做法 - 不太一樣 - 就是他可以完全跟系統 - 底層要用的那個訊息交換的那些SERVER脫鉤 - 你想要用什麼都OK - 像比如說如果今天要用PayQP - 也就是說像一樣RabiumQ的話 - 那你也可以用這個方法去做資訊交換 - 跟確定你有哪些TESC的在執行 - 那重點是 - 所以就不需要說 - 不需要另外開個RADIES457 - 特別是說你本來就沒這樣的東西 - 你會 - 這個功能再加一個 - 其實是很麻煩的事情 - 那你不用跟SIE吵架 - 所以我覺得相當不錯 - 不過他的問題就是 - 要調查那個工作 - 其實這個指令執行上來說 - 相對來講是比較慢 - 那原因是因為 - 我們剛剛前面有那個Timeout的參數 - 這個東西是確定說你調查出去之後 - 多久去監聽 - 那個做TESC執行的結果是什麼樣子 - 那只不過 - 這東西如果你設太短的話 - 它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 你有可能那個對方TESC - 還沒有回報說 - 現在有哪些態執行 - 然後你就直接不理會人家自己 - 轉頭就走了 - 那這樣子其實也不太行 - 所以 - 儘量還是建議說 - 大概在1秒左右 - 我覺得是比較敲彈 - 剛好也是官方的預設置 - 這樣你可以確保說 - 你發出去說 - 問其他網客說 - 現在有哪些TESC有正在執行 - 然後我實驗到之後 - 至少有 - 大概9成左右 - 都可以確保我TESC有回收回來 - 然後有跟你講 - 現在有哪些TESC有正在執行 - 剛剛說 - 有些人可能會很在意那個delay - 不過我個人的審訊建議就是 - 依照使用情境來講 - 其實通常會放在背景之下 - 你其實都不太趕時間 - 所以說 - 如果你真的有覺得很趕時間 - 那根本就配休 - 好 - 那我們再看就是那個 - 剛剛說這個做法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 如果我們假設直接調查對方的TESC - 是不是存在 - 然後就看那個自己是不是要先暫停執行 - 這樣子想起來好像比較簡單 - 但實際上並不難 - 而且就是 - 如果你真的照剛剛那個做法你做的話 - 所有的TESC破位急行廁殺 - 然後沒有一個人在跑 - 那這為什麼呢 - 可能來看一下 - 比如說我們照這樣子的就存在跑 - 就TESC1跟TESC2都有同樣的方權跟參數 - 那意思就是說 - 這兩個基本上是性質相同的TESC - 而且也是我們規定說要一次只能跑一個範圍 - 然後這時候我可以去接收TESC1的執行 - 我可以去接收TESC2的執行 - 然後這時候我可以去調查 - 那目前有在跑的同樣性質TESC有哪些 - 然後發現TESC2正在跑 - 那沃可樂的同時也去調查 - 然後發現TESC1在跑 - 然後於是他們都認為 - 有對方TESC2在跑 - 於是全部都自己都自殺 - 所以剛剛說全部都自殺的情況就是在這裡 - 那有一個解決方法是說 - 我們如果假設純粹是偵測 - 所以偵測是不是有同樣TESC存在 - 這基本上是行不同的 - 那顯然要有一個方法來確定說是誰先進來 - 然後先進來就先跑 - 然後換進來的人就主動放棄 - 那在以前的那個比較早的版本 - 所以實際上是做不到這件事情 - 原因是因為它的那個沒有一個依據 - 可以去確定哪個TESC是先進來 - 那首先在4.2.0RCE開始 - 每一個開始之前TESC一定會壓一個TESC的起始時間 -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起始時間 - 去確定是說是誰先進來 - 然後是誰比較晚進來 - 然後總是就是看這個TESC - 那只是就算這樣子 - 其實也是有一個陷阱就是 - 我這算比較細膚 - 通常都不會發生 - 這個TESC的時間登記 - 其實是各個Walker - 根據他自己的那個電腦的時間去登記 - 問題是兩個電腦之間都有可能有時間差 - 但多個電腦是更不用講的 - 所以如果說他這邊講的TESC - 就是啟動的TESC的時間 - 其實跟你想的 - 有可能是不太一樣的 - 也就是說 - 他有可能登記的時間 - 其實說是第一秒的時候開跑 - 但是實際上是這時候的那個 - 終於標準時間可能是0秒而已 - 那或者有另外一個TESC他準備開跑 - 就是他登記的時間其實比真正的那個標準時間 - 還稍微早了1秒或晚1秒 - 這都可能會發生 - 那所以這時候你就有可能會沒有辦法正確辨識的問題 - 那與這個Leader來講 - 比如說那個目前真正的標準時間是1秒 - 然後 - 我可依他 - 在他所認為系統時間3秒的時候接收到東西 - 可是實際上這時候才1秒 - 然後他就 - 認為說這個TESC - 是自己的TESC - 是第一個TESC - 然後在我可依這邊就在第0秒的時候 - 他自己認為的系統時間去接收了第二個TESC - 然後開始跑 - 但是實際上這個時間已經是2秒 - 然後這時候 - 因為那個TESC的判定的關係 - 所以他認為他自己其實才是更早的 - 而不是 - 我可依所拿到TESC - 是更早的 - 所以他就會認為是他自己才最早 - 那於是 - 我可依就跑自己TESC - 我可依也認為自己才是最早 - 然後跑TESC - 然後就鬧雙包 - 然後最後兩個TESC都跑 - 那有時候我們不希望這個樣子 - 所以 - 如果 - 假設能夠接收這個TESC - 或者能夠跑兩下 - 可能還OK - 但實際上有一些情況有可能要求比較嚴格 - 那就不太可能這樣付了 - 好 - 然後再來還有另外一個情況 - 不過因為時間關係 - 其實他有點類似 - 我就大概簡單講一下 - 同時就是 - 送那個 - 傳送TESC目前的執行狀態到那個博客那邊 - 其實是有延遲 - 所以其實你不保證說 - 先到的其實我一定會先回報 - 後到就一定會後回報 - 其實這不進來 - 所以也會出現一下剛剛那樣子的問題 - 那要解決這個方法的話 - 其實我個人認為是不太可能完全解決 - 不過至少有件事情可以保證就是 - 如果你這個檢查的動作是 - 比如說抓大概1秒2秒之後 - 然後你確定說所有的系統 - 所有的系統 - 他的時間誤差都在1秒之內 - 然後你在那個TESC被接受到開始執行的時候 - 故意拉長1秒到2秒 - 才去偵測 - 所有的TESC的那個執行狀態 - 是不是都已經進入黑天了 - 那這個方法也許是OK的 - 至少他可以抓到說 - 是誰先跑 - 然後誰後跑 - 而且不會有後來送到的 - 但是他時間報比較早 - 卻非常有問題 - 好那我們再來就DEMO一下 - 然後 - 就是簡單先跑一下看看 - 等一下我們再給大家看一下程式嘛 - 那首先他這邊會開三個Walker - 然後三個Walker都很簡單 - 裡面有登記加法跟減法 - 然後他收到那個加法之後就可以開始跑 - 那當然可以看到說 - 如果他偵測到那個 - 已經有TESC被占用的情況下 - 你會看到他這邊會很適當的 -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個TESC直接放生不跑 - 然後我們後面等一下會有一個resault - 去計算一下他那個 - 有哪些TESC真的跑 - 然後有一些是中途發現到有TESC已經正在執行中 - 所以直接放棄掉 - 那像剛剛那個出現25 - 那可以看到說 - 因為我設定大概是5秒左右 - 所以上面那個A的TESC - 主要會有3個TESC - 在實際上真的跑前 - 那其他部分全部都是DISC - 就是直接忽略掉 - 那上面的部分 - 我這邊就是參數故意設定成說 - 你只要參數不一樣 - 他就算是不同TESC - 所以基本上每一個都算是不一樣的TESC - 所以出資金不協會有互相排解的問題 - 然後再封聞一下 - 我要投幻一下 現在是多少時間 時間快動 好完了 那我簡單給大家看一下他原始碼什麼樣子 好然後其實重點就這樣就是 總是先去用他內建的XPET這東西去調查有哪些TASC 就是做調查TASC這個object先取得 然後co-edit就可以去找到他目前有在執行用TASC有哪些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就是 下面就把TASC的list全部都抽出來 然後把它統整成為一個list 那會這樣原因是因為WalkerPool有可能分散不同機器 那他不同機器其實掛在 他的那個資料結構 你可以上去看一下 就是他本身是變成Digen 所以你要把Digen 你下面的Vager全部都抄出來 然後把它統合起來 那所以這邊用Grader把它統合成list 那再來的話 那再來的話就是 剛剛那些TASC都跑過一輪 然後因為我們一定可以知道說 目前這個TASC他自己的ID是多少 或者他自己的名稱 那我們就可以去檢查說是不是有 同樣名稱的TASC 或同樣參數的TASC 那他有列列列式性質正在跑 而且他的ID不是自己 那我們就跳過 那如果ID是自己的話 那我們就繼續執行 那不過這邊其實正確來講 這邊做好是這樣 就是他事先找目前這個同樣名字 或同樣參數的TASC裡面 哪一個TimeStar的是最早 抓出來的 然後最早的那個時間抓出來之後 接下來就把這個 TASC的最早的TASCID 跟自己自身這個TASCID做比較 那如果一樣的話 基本上就是自己 所以沒有問題 那如果是別人的話 那表示你現在是比較晚跑 所以就直接自殺 直接做來的就是這樣子 那或者有一個改版的做法是說 如果你假設今天想要TASC 多跑幾個 但是比如說上千13的話 那你可以去用一個 用搜尋的做法去確定說 然後他的那個TASC是 盤子到的是第幾個先跑的 那如果第一個先跑就放行 第二個先跑也放行 然後第三個也放行 然後到第四 確定是第四順位的話 才把它放棄掉 這也是一個做法 好那我們再回來看 那走到最後做結論就是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歡迎幫我指教一下 那個目前原始法 有什麼需要改進的地方 那昨天我是基於那個 他本身TASC 這樣子的機制去確定 讓他TASC 可以一次子執行一個 那 所以如果也去有更好做法 那歡迎大家提議給我 那我也想辦法 把他這個程式弄更好 然後最後就也探討資料 那探討資料的話 主要就是講說 最主要是有人發了那個 issue request之後 才可以做到我們現在說的這件事情 當初如果那個TASC TASC是在4.1.1之前的話 其實SERRY本身的那個TASC 是他那個WalkerPort的啟動時間 而不是系統的絕對時間 所以如果缺乏這功能之間的話 其實剛剛說到的那些都做不到 那上面有關上這部分就是 在O1FLO上面有提案 就是有人問說 有哪些做法可以確定說 TASC就一個可以進入WalkerPort的執行 那他這邊講的是那個用GoGoLock 或者是在Ready前面下Lock 這種方式 大概就這樣子 好 那最後看一下大家有什麼問題 好 因為我們公司剛好也有遇到一模一樣的問題 然後 對然後但我們做法比較 我是想問一個 不知道為什麼你們白癡人 因為我們做法就是設一個Walker 然後加Super白色 就不要多個Walker就好了 確實是一個做法 不過就像我剛剛講說 我們先回到前面的 剛剛那個情況的話 就會變成說 像上面的這種Case 對 但是有一個情況是說 比如說像我們 有時候需要偵測到說 做一些支援回收動作 那他的那個Trigger條件 有可能會 在短時間內出現很多次 然後 如果照你那個做法 就是Walker只開一個的話 那就會變成說 後面的那個 那些被Trigger Test 就一直記在那個Cue裡面 然後一直增加 然後消耗不掉 可是這樣子 就算設多個Walker 每次也只是讓它跑一個 除非是說 目前因為剛剛有聽到之後 有些會直接回傳浪 它是不ReCue了 直接撞不掉 對 就直接放棄掉 那因為像我們的情況的話 我們是有些訂單的處理 所以我們不管怎麼樣 可以很慢 但不能 不能讓它不見 這我同意 因為訂單丟了這個 就是會被使用者也告的情況 對 所以像這種情況的話 如果沒有開到TasteUp的狀況的話 這單個Walker 出個白色 算Antipatter 因為我們 我們在做這個的時候 也很糾結 感覺自己在做一些 很奇怪的事情 對 不過我同意就是 像剛剛訂單那種情況 後就是比較建議 它比較像是前者這種情況 也就是說 就算它今天一次人跑一個 後面的也不可丟棄 那我們情況不太一樣的是 我們這個東西 如果真的都跑下去的話 Google會直接把我們服務被刁 甚至把它下架 那如果這樣問題就打掉 謝謝 其他人有問題嗎 其實我們也有解這個問題 可是我們就使用GloboLak 對 然後你會使用GloboLak 然後你會使用GloboLak 我們用DT去準備刷 也是可以啦 就是我們那時候 因為我們那時候 情況沒有特殊是 我們沒有像Redis那樣子的東西 可以立即使用 而且我們博客也不是像Redis 鴻哥今天聽你講才知道 原來只可以用 那我想一個疑問 就是如果 原剛其實Redis旁邊有個括號 就是 就是 如果 就是多個component 那component就可能壞掉了 對對對 那我想問 如果 可以確保Redis的 Uptime很高的話 那你覺得Redis 是不是最好的生活 嗯 不一定 這有人先打個問候 要看情況 像Redis如果你的角色是 剛做為Lak的話 可能還好 那如果Redis本身還需要抗議 像是要做 就是登記玩家 目前都在登錄的那些 誰選這種狀態的話 他有可能會這樣就爆掉 不過因為誰選本來就是可以 意外情況可以要 要求玩家重登 所以到底還好 哪有什麼問題 我剛剛沒有聽懂說 因為他來當Lak 但是Uptime 好 這樣你覺得還 我剛剛沒有聽 因為剛跟Station有什麼關係 噢沒有 我剛剛是指說Redis本身 Failure的情況 那如果是說Uptime的話 沒有問題 讓我理解一下 好 好 因為我一直剛剛看講 不知道有Redis可以用 不過Redis的那個Lak 時間基本上是還蠻瞬間 那只是說 他其實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Redis本身是Single 所以等 然後而且 有其他Backup的機子 但那個東西都是Strape 主要還是沒適合 在面對這個Lak的毒性 所以他如果萬一炸掉的話 是有可能會讓這個Lak的狀態 變得不可預期 這是有可能會發生 好 他有其他問題 沒有的話我也有問題 哈哈 那個 為什麼不用像Redis本身 這種這些 比較好 有控制的一些 那這些問題 其實我們情況就是因為 有Redis本身 所以想不得不這樣做 所以你沒有Redis本身 應該這樣講 我們前面的Case就是用那個 直接看這邊幾號 因為之前我分享一下 很多做Task Queue 就是中間的Block 如果做得好的話 可以讓一種類型的Task 讓一個Block 分給誰不管 對 對 就是如果你中間 哦 不過我剛剛說用Lak的情況 就是因為你Lak 要嘛是準備另外一個資料 回去做Lak 那要嘛就是用那個 Redis他本身 提供SETLX那個指令去做Lak 那這兩個方法都OK 只是說 我們的那個Series 其實剛好有一個 有一組的那個運作方式 是裡面沒有Redis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那時候是用Redis Redis 如果Redis的話 你要做這個Lak的話 最後其實就跟傳訊 是差不多而已 這其實還在送訊息 那我就想說 既然都送訊息的話 那我們就直接 讓他跟這個Series 底層的運作脫鉤 然後直接從Series 他本身提供的那個Task的調查機制 去確認說 是不是有其他Task在那裡 就脫鉤車放來做 那這樣子就變成說 操作的那個部分 基本上都是由Series 他的高階指令去下去做執行 所以今天下面的那個Volker 不管是哪一個系統 其實都可以使用 只要他有提供 這個就是調查功能都不可以 那我記得好像官網 Series官網其實都講說 有一些是不能調查 就是有一些不提供調查功能的這個Volker 那種情況就不能用沒錯 但至少目前來看就是 用RedisNQ的AMQP 或者是用Redis 其實都OK 但我自己沒用Redis 因為Redis以前在Series 所以第三版之前其實還蠻常釣包 就是會釣那個Volker 就是會釣那個Volker 這樣的情況 所以後來就一直用AQP到現在 好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現在也三秒 請 如果大家有其他問題 要歡迎到前面跟我們講 然後我們一樣再休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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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